洛杉矶胡人队季后赛淘汰灰熊后 詹姆斯和灰熊队之间的争执也终于画下了句号 在胡人队第六场和灰熊的比赛 距离中场前14点1秒时 稳操胜券的詹姆斯就镜子走回了胡人更衣室 詹姆斯信守诺言 他用行动明确表达了他对狄龙和灰熊队的看法 他没有兴趣与他们握手 在詹姆斯退场的时候 胡人队在更衣室里似乎很享受这场胜利 另一方面 狄龙在G2激怒詹姆斯的垃圾话 说他老了 不值得尊重 除非他能在我头上拿40分 现在看来也被啪啪打脸确实可笑 在G6输球后 狄龙甚至不想说话 他决定冷处理这些负面评论 他在媒体访问之前就匆匆离开了更衣室 显然这是明智之举 而赛后当莫兰特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他早前的自大的宣言 I am finding the with 时 他依然一贯傲娇地表示 可见这赛季输给胡人后 并没有打击到他的信心 莫兰特坚信 他们下赛季可以卷土重来的